仁爱乡西伯梅园里只见梅花三三两两的绽放 受到去年入冬后延续至今的暖冬影响 梅花开的相当零星 目前花开不到两层 去年是比较早 大概这个时候就有花开了 今年的话就讲雨水不够 而且也不够冷 所以也开不到一层 接近两层 今年梅花开得慢 但仁爱乡举办赏梅季的活动还是正式开罗 希望吸引游客趁着元旦假期 前来部落游玩 今年散梅季 湘工所首次结合中原 清流 梅园等两村三个部落 力退部落文化及产业等体验行程 就算游客暂时看不见盛开的梅花 也能够体验部落人文特色 然后它那个花纹还蛮特别的 对啊 现在这种手工的东西也很少 对 我觉得应该是还蛮珍贵的 最后我觉得就是台湾的原住民文化还蛮特别的 然后我觉得可以多多认识这样子 总共这段时间会有六个系列的活动 行销我们在地的产业 以及我们原住民的一个生活文化的一个体验 像有百人的梅花餐 还有我们一些手工艺品 还有我们一些传统的一个风味餐的一个体验 赏梅季系列活动将持续到云月十号 到访的游客除了赏梅行程之外 还有丰富多元的部落文化体验 记者肉 南投仁爱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